我是William 其实绿色资源后人公司 就是我在2006年当时创立的 我们公司目前提供的服务 包括了清洗冷气 藏浴的随满服务 还有一个Voc和甲醇清洗 另外我们在澳门的几个超市 已经上校了我们的有机所在 是给港币市民的 可能绿色产业是一个 对于环境对于个人 都是有帮助 令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其实以我们以往经验来看 我们生活的环境 虽然外表上是很光鲜 但其实有很多隐患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随着澳门的收入比较增高 所以大家都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健康 尤其是中产比较多些 他们在这个生活上 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也有固定的收入 同时也会对于环保 或者是各样绿色食品 那方面 它有接收了比较多的资讯 我们在十年的发展以来 我们其中也都有一部分时间 是有帮助一些公司或者行号 去利用环保基金 去换了他们的LED灯 那我们其实这个严慕 也都得到政府的一定的资助 那当然了 现在大部分的商家和食肆 都已经用了他们的LED灯 也都接受了 那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政府是 推动LED上面是不为予力的 绿色产业在澳门接到现在为止 都仍然是一个开始 那我们觉得 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 可以去逛展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希望 可以引进一些电的电单车 或者是全电的一些交通工具 那当然这一件事 第一个需要政府配套支持 另外因为它是一个缓电的方式 那所以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些地方 是我们做换电的地方 这个是未来我们希望 整个澳门可以配套用 一个更加多的 用电力去驱动的 这个汽车或者电单车 可以在澳门街道上行驶 那对于整个澳门的环境 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帮助